欢迎收听纪实文学 方方日记 作者 方方 演播 雨天 第十一集 2020年3月3日 农历2月初时 依然天鹰 有点冷嗖嗖的 我在郊区的邻居一早给我发照片 留言说 你家的海棠开花了 你的微信被封了 微信内容被封 我已习惯 但海棠开花 却实在让人高兴 去年夏秋一直大旱 树叶全枯并且掉光 我很担心这棵树会死掉 但它的生命力竟是如此顽强 在早春时节 开出这样一束灿烂花朵 隔着屏都能感觉到它怒放的兴奋 今天的信息仍然有好有坏 在疫情问题上 医生朋友已经相当乐观了 武汉疫情明朗起来 在前天向好突破的基础上 昨天进一步好转 新增确诊和新增疑似 加起来不足200人 疑似病例也减少很多 这两天可能会进入到低胃运行期 即所有病例加起来都在100以下 如此这般的话 疫情蔓延控制 指日可待 现在 在巩固成绩的前提下 竭尽全力提高治疗效果 降低死亡率 尽可能缩短治愈住院时间 是的 降低死亡率太重要了 可惜 死亡的信息仍然传来 今天让人们心头震动的是 中心医院梅仲明医生 今日去世 他是李文亮科室的副主任 57岁 一位技术高超的眼科大夫 他的专家门诊曾经相当火爆 消息传出 他治疗过的病人们 纷纷在网上置以怀念 我以前在电视台的同事说 梅医生是他的邻居 他们所居住的小区居民 今天都在为梅医生祈祷 愿他安息 在武汉 恐怕没有哪一家医院 像中心医院这样惨烈 以地理位置而言 中心医院就在华南海鲜市场近旁 他应该是最早接受 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 第一波病毒最强的病人 恐怕多是先来这里治疗 在人们对此病一无所知时 中心医院的医生 几乎就是第一道人体防毒墙 直到他们感染 并且成批倒下 人们包括领导 才从满不在乎中恍然 这全新的病毒原来如此厉害 只是 迟了 我小哥是这家医院的老病号 他说中心医院水平挺高 与以前的武汉二医院是一家 我嫂子的手术也是在这里动的 他这一说 我才知道 我年轻时经常去看病的南京路十二医院 原来改名为中心医院了 二医院的前身为汉口天主堂医院 有着140年历史 我的小说 水在时间之下 曾经还写过这家医院 在战争中被日军轰炸的场景 老的士尔医院 仍在原处 它是中心医院的另一个院区 听说中心医院被感染的医护人员 多达200多人 其中不少重症 全部是第一批被感染者 前些时 曾有一篇报道说 在李文亮被训诫后 1月2日起 医院要求医务人员之间 不许公开谈病情 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 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 谈论病情 病情只能在交接班必要时候 口头提及 对于前来就诊的患者 医生们也只能讳莫如深 另一家媒体 楚天星传媒 亦有一篇关于中心医院的报道 其中转引了一张文字图片 上面写着 武汉市中心医院 已经是被感染的职工最多的医院之一 目前超过200名职工感染 三个副院长被感染 一个护理部主任感染 多个科室主任 正在用ECMO维持 多个主任医师上呼吸机 多个一线医护 经历了生死一线间 急诊科损失惨重 肿瘤科倒下近20个医护 不胜每一句 一次又一次惊恐 一次又一次撕心裂肺 我们心里清楚 他们每一个中招的人 可能就是下一个自己 这个更加具体 我没有能力去中心医院确认 无论这一段是否确切 中心医院医护人员伤亡惨重 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承受了疫情之初 生命难以承受之重 那么 我很自然会想到 明知有感染 仍然被感染 是所有医生 都不具有防护措施 又或是迫不得已 做飞蛾扑火之举吗 一家医院 造成如此之大的伤亡 会有人心怀内疚 承担其责吗 比方 轻的 引救辞职 重的 上级惩处 该不会以 这是新病毒 大家都缺乏认识为理由 而推它个一干二净吧 中国人不屑于忏悔 但在多条人命面前 有的人 需要我们站出来 喊他忏悔 你们 就是你们 站出来忏悔吧 今天在网上 还看到有人在呼吁 说应该让这家医院 歇业一阵子 那么多自己的同事 去世和病重 其他在港医护人员 所受心理创伤 恐怕会太沉重 二十天的延误 二十天的隐瞒 带来的灾难 当然不只是死亡一件事 方程已达四十余天 最危险的日子 已然过去 但最困难的日子 却不知在哪里 候着 今天的武汉人 依然显得很沉闷 另一位医生朋友说 在哀伤和抑郁的前提下 对未来没有确定感 容易导致人的内心 极大的缺乏安全感 此外 还有民生问题 及普通百姓的 经济来源无着 也没有确定感 即哪天可以出门 更没有方向感 即什么时候可以工作 在自己抓摸不着 无法掌控的情况下 会导致最基本的安全感丧失 这时 他要寻找点什么 让自己踏实 他要抓住一点东西 比方说 想要有一个说法 在疫情紧急时 没有人顾及追责 也没时间调查 人们都以体谅之心 放下了所有纠结 而现在局势转缓 存放再新的问题 便会露头 就会想要解答 此外 看到有些事情 瞬间就有进展 比方出狱女人 奔到北京的事 比方李月华 无证行医的事 同样在疫情之中 处理起来 无比快速 可他们想要的答案呢 比方李文亮的事 已经调查了这么久 说法呢 是啊 李文亮的事 是一个结 其实 中心医院的伤亡 何尝不也是一个结 这一个一个的结 如不解开 武汉人的心结 也是难以解开的 时间越久 这个结会越系越紧 越变越复杂 心头的创面和深度 也会越发扩大与加深 心理咨询专家说 随着危险的解除 真正的创伤会浮出水面 变成简单的话就是 你要给李文亮一个说法 给中心医院一个说法 你也要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 2020年3月4日 农历2月11 今天真是大好晴天 阳光明媚 春意盎然 绿翠红粉 蒸香拼色 所有空间 都满满的正能量 院子里的几株月计 抽出新枝 整个去年 我都住在郊区写作 根本没有打理过他们 没有修剪 没有捆绑 也没有施肥 他们倒是百无顾忌地 长得无拘无束 见他们这样 我想把枝条扎到栅栏上 倒是有了点于心不忍 疫情控制住 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我常驻武汉 知道这是很难做到的 毕竟武汉那么庞大 三镇格局那么混乱 老式的理项和就界那么复杂 加上病毒无处不在的恐怖 能在这样的时间内 控制到如此程度 为时不易 尤其疫情前期 恰逢春节 加上官方 昏招叠出 致混乱更甚 换帅之后 政府以铁腕抗议 效果确实很明显 现在大头朝下 余下的只是扫尾 应该可以腾出手来 解决后续事宜 比如被困于武汉 而不得返家的外乡人 又比如流落在他乡 不得而归的武汉人 按说 这都不是很难解决的事 今天医生朋友说 局势继续向好 估计明天 即可进入低位运行状态 到现在 我想 我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下午 朋友传给我一个录音 很长 是前来武汉援助的 一位医院负责人 讲述他的团队 在武汉进驻 和参与治疗的过程 这是他对其朋友们的讲述 非常理性 非常克制 也非常客观 只谈过程 不设其他 但是 只要他讲到武汉 和武汉人时 便会失控 声音哽咽 只有我们武汉人 会明白 这哽咽的背后 是什么 因为 我们知道 他的眼睛 看到了当时的状况 却不方便说出来 他的哽咽 来自情不自禁 这是有慈悲心肠的医生 是有大碍人心的医生 再一次希望 那些前来武汉援助的医护人员 疫情结束后 能把他们来汉后的整个过程 尤其早期所见 记录下来 它将会成为 2020抗疫中 最重要的资料 极致史料意义 我最初记录时 从未想过有多少人看 只是自己记下而已 一些公众号 用了很吓人的标题来写我 让我相当难看 因为我知道 在武汉 做这种记录的人多的是 也不乏作家和诗人 只是我们每一个人 记录的方式不同 以及记录的要点不同 而这每一份记录 都很珍贵 以前谈小说时 我说 文学虽然是一种个人表达 但无数的个人表达 汇集在一起 便是一个民族的表达 而无数个民族的表达 汇集在一起 那便是一整个时代的表达 同理 一个人的记录 微不足道 更不足概括全貌 但无数个人的记录 汇集在一起 真相 便会以全方位形态 露出水面 惹出大祸的 华南海鲜市场 从昨天下午起 开始为期三天的 清场和消杀工作 早在云月初 这里就已经被封场 每天有人前来消毒 但是封场之初 行动匆忙 店内存放的东西 却依然还在里面 估计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会封存这么长时间 更没有想到 这里的病毒 会导致一场 殃及全国 甚至全球的灾难 市场停电停水后 天气转暖 许多海鲜都已放臭 我小哥说 估计万科那边 都能闻到臭味 上千商户中 正当经营者 必是多数 他们和所有武汉人一样 同为受害者 甚至受害程度 更深更大 消杀中 店里存放的所有食品 估计是要清理一净 未来这里将会做什么呢 曾经有人建议说 以后在这里 建议做灾难纪念碑吧 今天只说买菜吧 还购的方式越来越灵活 网络真是有无限的可能性 她的自我调整能力 相当强大 可谓花招叠出 小哥告诉我 我嫂子也在记录 包括每天怎么买菜 也都记下来了 小哥传给我几份 我挑了他记下的买菜部分 因为我知道 买菜是不会被删的 下面是我小哥家 近几天的采买情况 相当于武汉人生活的 一个浓缩吧 第一 其实今天下午啊 已经下楼一次 主要是领取爱心菜 之前 X姐打电话提醒过 我们觉得 那是照顾孤寡老人和低收入群体的 我们虽然年龄超过了六十的标准 身边无子女等 也都符合条件 但总觉得 自己的情况还行 头几次都没去领 这次自然也不打算领 不过后来 楼栋长直接打电话过来催 说菜已经放在一楼门口 让赶紧去领 你看这种情况 我还是赶紧防护严实下楼了 很大两包菜 在旁边取个塑料袋 自己想装多少就装多少 我取了四颗生菜 大概清炒两顿的量吧 反复道谢后不敢多停留 转身小跑着上电梯回家 虽说几颗生菜并不多 也不值多少钱 但那种被惦记 被关爱的温暖感 还是很足的 第二 团购的事 还是不能大意 毕竟还在非正常时期 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 接龙的猪肉卖光了 赶紧令团 增加三十个鸡蛋 替代肉吧 不能不多出去几次了 好在小区里 确诊疑似密接者 都已收走 戴两层口罩 不跟人交谈 回家换衣洗手 第三 群里上午通知 加多团购的第一套东西 惊天理 这一波 我们只有两袋鸡胸仆肉 挺恼火这种团购方式的 人太多 排队时间特别长 而且很难预计 拿货时间 从下午开始等觉后 晚饭后过一小时再看 停在六十号很久都不动了 但还不能不平凡地查看手机 以免突然发得很快 把自己落下了 再仔细翻翻信息 看到群里有人说 老板吃饭了 不知啥时候回来 群里早有人预言 说搞到晚上十点也是正常的 我们家排一百一十四号 我是十点五十六分拿回来的 后面大概还有六十多号 唉 老板折腾一天 免不了又累又饿 不赶紧吃点饭 喘口气 任谁也撑不住 早夜啊 说起来 我们这些人不容易 其实老板比我们更不容易 大疫时期 没日没夜地在外奔波 本来就是拿命挣钱 染不上病毒 也得累趴下 第四 这几天 从家去小区南门取货 成了眼下生活中 活动量最大的事 更贴切的说法是 去南门一趟 成了让神经 进入高度紧张状态的兴奋剂 这么说啊 可是一点没夸张 昨晚等到近十一点 把团购的两袋取回来后 跟平常一样的洗漱上床 包拒睡觉 但到凌晨一点多钟 都没困意 今早睡到七点半 还是困 为了作息时间 不进步乱套 硬是撑着爬起来 好在今天 又出现一家收费送上门的团 重要的是 小宗可选 正好 安琪粉 生粉 老干妈之类的配料 早该添置了 当即就下了单 由此可见 社区服务 还是很细心 超市老板相当辛苦 只是更多的武汉人 眼下只能这样活着 团购 追剧 睡觉 今天是封城的第42天 2020年3月5日 农历2月12日 天气十分晴朗 阳光明亮的晃野 我们把马路 大街 公园 都让给了病毒 待在家里 看着他们游魂一样 在空旷的城里 四处寻人 正午太阳的力度 给人感觉 简直可以直接 把他们晒死 今天惊折 封城的第43天 前几天跟朋友说 我倒是比平时 好像更忙了一点 一部剧都没有追成 准备了一堆电影要看 结果一场也没看 邻居唐小和老师 晒出他家孙女妹妹 吃饭的视频 妹妹贪吃的小样子 特别可爱 朋友说 白天看妹妹吃饭 晚上看方方日记 一天就过去了 妹妹的视频 和朋友的话 让人看一次 笑一次 今天这个日子 很特殊 有三个人 在这个日子里 会唤起诸多回忆 一个是周恩来总理 他是我们这代人 最熟悉的领导人 当年 看见他的名字 在报纸上 心里就很踏实 三月五日 是他的生日 而他去世时 却引起一场 巨大风波 这风波叫 四五天安门事件 年轻人 恐怕多不知 有此一事 当时有一首诗 四处传抄 至今仍记忆犹新 欲碑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撒泪记雄杰 扬眉剑出窍 第二个人 相信更多的人都熟悉 他叫雷锋 我从小学起 雷锋就在记忆之中 从未被抹去 雷锋的善良 也一直是我们这一代人 成长过程中的陪伴 今天是他的纪念日 以前有个段子 说每到今天 小学生都去搀扶老人家 弄得老人家都不够用 在中国 该有多少人 是在学雷锋中长大的 还有一个人 恐怕夜已被人遗忘 或者在有些人的记忆里 根本没有存在过 他叫玉锣克 五十年前的今天 他因言获罪 最终被枪毙 他只活到二十七岁 像我这种文革后 最早参加高考的大学生 几乎没有人 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们曾经因为他的命运 而思考民族的命运 国家的命运 和我们自己的未来 有人认为 玉锣克的文章 并不深刻 讲的只是常识 是的 正是常识 可我们经常会觉得 人们对深刻的追求 存在误区 常识 就是从最深刻的道理 和最平凡的实践中拎出来的 常识 是深刻中的深刻 比如 人生而平等 北岛曾经为玉锣克 写过一首纪念的诗 诗中有一名句 多年来 一直在各种文章中流传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有时候 想做一个正常的人 守着常识生活 都不是异式 继续谈疫情吧 疫情尽管好转 但速度很缓慢 新增确诊人数 依然在百位数以上 尚未进入低位运行阶段 如果这两天数字能下拉 或许就能打破这几天的僵局 以前医生朋友说过 这病毒是流氓病毒 现在看来 越发像了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窜到哪里 又感染上几个人 让你前功尽弃 前两天 我的朋友江导告诉我 他的一位叫李亮的朋友 本已出院 却在隔离期间 突然去世 江导是武汉市文化局的导演 他常去李亮那里做理疗 江导说 李亮是康复医生 春节前 他还为中心医院的李文亮 做过颈椎治疗 李亮初时开始发烧 进入汉阳的方舱医院 核酸检测 两次都是阴性 他由方舱出院 转至酒店隔离 但是他自己的感觉很不好 在与他的老师通电话时 曾放声大哭 最终 他没能逃出死亡的追逐 36岁 丢下年轻的妻子 和年幼的孩子 撒手而去 江导跟我在电话里 聊到这个核酸检测 是否准确的话题 我也不懂 想起前一阵 看过的一些资料 都谈及不少人出院后 尚在隔离期间 再测 又发现转阳 我们俩都觉得 出院的标准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果然很快看到 有专家认为 出院标准 放得太宽 而今天 又看到通知 说是从明日开始 将对所有 上载方舱医院的患者 和即将出院的人 重新进行抽血 加做病毒抗体的检查 今天 武汉有一个视频 十分火爆 中央领导人 去一个小区视察 结果 高楼上有人 在高声叫喊 假的 假的 传说领导人 视察到一半就走了 看视频时 大家纷纷议论 说武汉 还是有刚人呢 我不知道这个小区 是否真有作假 但多年来 凡领导视察之处 各种形式主义横行 却是众人皆知的 其实 不能单怪基层 因为层层作假 基层不做 一天都混不下去 武汉有今天的封城 何尝不是作假的结果 以前 在各种场合 我都会说 你们要实事求是点 好不好 就算执行文件 也要实事求是 文件经常一刀切 会忽略很多 非常实际的问题 但如能实事求是 就可以向上面 反映文件中的缺失 或是自行弥补 那些漏洞 但是 哪里会有人听呢 作假 甚至明目张胆作假 形式主义 灰金如土地搞形式主义 早已是这个社会的 新冠肺炎 不知这次疫情之后 是否能找到 治疗的药方 这一次的武汉人 很幸运 有可靠朋友告知 说这个视频是真实的 中央领导下午当即开会 要求马上解决 群众反应的问题 看看 这样不就挺好吗 如果没有那一声声的喊叫 领导人又怎么知道 你的苦处 你沉默不语 你配合作假 吃亏的 还不是你自己吗 所以 该喊的时候 还是要喊出来 话说回来 让自己的声音 成为与他人不一样的声音 也不容易 但我们还是得让他一直都在 是不是 所以 我很佩服那些高声呼喊的武汉市民 这一声声喊叫 或许意义非凡 至少可以让那些习惯作假的人 在作假时 心有所记 因为他们不知道 自己的身边 是不是也会有高声呼喊的老百姓 社会的进步 至少从我们每个人都不作假开始 把标准再放低点 至少从我们每个人 不配合作假开始 今天还有一条信息 很有意思 政府表扬了一批 在新冠肺炎预防中 表现好的集体和个人 其中有两个受到表扬的人 我觉得颇有深意 一个是北京的王广发医生 王医生是前来武汉的第二批专家 我曾经在微博中 把他写成了第一批 这里要道歉一下 王医生走后 给武汉留下了 可防可控四个字 这四个字和人不传人搭配起来 让武汉人遭受灭顶之灾 我相信王医生 有很多骄人的成就 个人能力也非常突出 可防可控四个字 也非他个人决定 但是无论如何 这四字是王医生当众说出来的 在受尽苦难的武汉人面前 他多少要有点愧疚之心吧 多少应该对武汉人 表达一份歉意吧 我原本对王医生 没什么成见 只是看到他在出院时 面对记者采访 没有不安 只有得意 这让我很是反感 我觉得 一个医生这样子 不可以 所谓医者人性 没有仁慈之心的医生 不会是一个好医生 王医生这次先进了 但是他欠下了武汉人一笔债 包括两批专家组的成员 他们都有欠债 这笔债是要还的 否则 近三千亡死者的灵魂 不会安息 另外 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 是李文亮 李文亮也进入了先行人物行列 不知道这件事 是不是就算过去了 李文亮泉下有知 是哭呢 还是笑 感谢您收听 记者文学 方方日记 欢迎订阅雨天的频道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